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办法缓一缓啊 我实在吃不下 这一人吃两人补的 你都不吃 不光自己身体扛不住 孩子也会营养不良的 为了孩子 那我还是吃几口吧 我 我就是吃不下 怎么办 如今你有硬在身 就别喝咖啡了 怀孕万万不可是用螃蟹 会滑胎小铲的 牛肉也不可 牛肉毒 这些问题让专业人士给我们解答吧 运早期的这种害喜 运兔的讨厌啊 相信会让很多准妈妈们大喊 我真的太难了 还会让很多被孕的姐妹们瑟瑟发抖 虽然说呢 恶心 呕吐 就像是早孕的标配 但是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身边有些人反应特别的大 有些人却相安无事 其实呢 这里面啊 除了孕期各种激素的影响之外 还跟孕妈妈本身的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 体胃虚弱的人 怀孕前就已经有了幽门螺旋感染的 有胃病的女性 她在孕早期的时候啊 胃肠反应就更加明显 还有如果本来就容易晕车 晕船的人也容易孕吐 另外啊 如果您平时爱喝咖啡 爱抽烟 爱喝酒的 体内容易缺乏B组维生素 也容易啊 有这种剧烈的孕吐反应 所以说啊 想要平稳地度过孕早期 得提前把身体底子给打好了 那孕吐真的来了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缓解缓解呢 那像少吃多餐这种啊 自然不必多说了 能吃一点试一点 随身呢 背着那个苏打饼干或者小零食 不要让胃啊 太难受了 那在临床上呢 会特别的建议 孕妈妈用上B组维生素 尤其是这里面的维生素B6 可以说是孕吐克星 另外其实孕妈啊 也可以通过改变一下饮食的口味 来对付这种剧烈的反应 那很多人都说 酸儿辣女 虽然呢 这个说法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但确实呢 孕早期的妈妈 适当地吃点酸的或者辣的 能够帮忙呢 刺激一下味蕾 帮忙改善一下食欲的问题 那妙妙老师啊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随身啊 带点生姜片 大家您别看 生姜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味料 中医发现啊 生姜可以温中止藕 还能解鱼泻毒 所以呢 各位孕妈 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赶紧拿出姜片 闻一闻 或者啊 直接含在嘴巴里 这样呢 也会有帮助 大家可以试试看 除此啊 还要去远离某些 让我们特别敏感的味道 每个人呢 敏感的味道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怕鱼腥 有的人怕烟味 还有的人是怕香味 那不管是哪一种 发现了 赶紧告诉家里人 相信呢 大家一定会帮您啊 来远离这些困扰的 那孕兔确实是不好受 但是呢 大家换个角度想想 就把它当作是宝宝 再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跟我们在互动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千万不用太过紧张 一般情况下呢 三到四个月之后 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但是如果一旦反应剧烈到 您真的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发生 那可能呢 身体已经出现这种脱水 电解质紊乱 还有酸中毒的情况了 一定要赶紧去看医生 千万不能硬扛哦 问题二 孕早期吃不下 很担心肚子里宝宝 营养不良怎么办 营养老师啊 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 前三个月各种恶心吃不下 再遇上个孕吐反应大的 体重可能还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 那就更加担心了 其实呢 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多少碳水 多少脂肪 摄入多少热量呢 那倒未必 这个时候呢 宝宝对能量的需求 本身没多少 但关键是啊 各种营养素不能缺 除此之外啊 大家最担心的肯定就是 宝宝这个时候刚开始发育 它需要什么特别的营养吗 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的营养 给它强化 补足了 这才是重点 那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我们的宝宝就像一个 像小海马一样的胚胎 慢慢地开始长出了四肢 开始有了心跳 开始形成了胃肠 肝脏 还有咽咬口鼻等等 当然要形成这些器官和组织 就得确保 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的脂肪酸 还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这些基础营养素的供应 大家您就记住了 没怀孕之前 我们需要什么营养 这个时候营养 还得需要什么营养 那现在总吃不下 就更要想办法 去弥补这个营养的缺口了 另外呢 这个时候是 宝宝大脑神经发育的 启动阶段 大家通过B超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阶段的胎儿 它的头啊 明显要比身子大很多 那宝宝呢 要先把大脑 这个司令部先长好了 同时呢 还要去跟全身各处 什么眼额口鼻 皮肤 肌肉 骨骼等等 把这个电线给它搭好 连好了 那这个神经纤维啊 就是这个电线 要想让电线啊 变多变长 就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 是电线本身 得变多变长吧 那这个呢 和哪个营养素有关呢 就是DHA 而且啊 DHA 不光是帮助宝宝大脑发育的 它还能够提高 孩子的这种视觉的敏感度 对他眼睛的发育 也是很有好处的 那DHA怎么补呢 在能够吃得下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 还是要多吃鱼 尤其是多吃海鱼 只有深海鱼 才是富含DHA的 淡水鱼可是几乎不含DHA的哦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 深海鱼油啊 或者枣油来源的这种DHA制剂 来补充 而要确保这个电线之间不串号啊 还需要有那个绝缘皮 对不对 而哪个影响绝缘皮 就是那个神经细胞外面那层膜 它的营养素是什么呢 那就是软磷子 那软磷子呢 其实日常食物里面会有 但是啊 大家要留意了 它非常的怕氧化 还很怕加热 所以呢 日常食物里面的软磷子啊 被破坏的太多了 所以呢 软磷子 它是需要一些保护的 比如说维生素E 让它防止软磷子 在空气里 在你的口腔里被氧化 能够顺利的去到你的身体里面 这样才能给宝宝用上 那说到大脑神经的发育啊 很多人一定也会想到叶酸 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过了 我们都知道 一备孕就强调要补叶酸 甚至啊 领结婚证的时候 做婚前检查 就已经被叮嘱 要开始补叶酸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畸形而的发生 如果说大家发现怀孕的时候 都还没有开始补充叶酸 那这个时候就更得赶紧补上了 所以说呢 在孕早期的这个阶段呢 大家继续地去补充叶酸 而且啊 要比你被孕的时候这个量 还要再多加一半 也就是600微克 另外呢 要想及时地把宝宝的大脑神经发育的原料 DHA和卵磷脂 一起给它补足了 确实呢 为了生下健康的宝宝啊 孕妈呢 在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里面 会有些禁忌啊 要特别的注意 但这里面呢 也有些禁忌 只是没有确切科学依据的传说而已 比如说 吃牛肉容易上火 有热毒 其实呢 牛肉本身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食物 那在《本草纲目》里面还指出啊 牛肉可以养脾胃 强筋骨 其实呢 所谓的上火 说的是我们身体里面呈现的一种 过度氧化的状况 本身呢 我们在消化吸收食物的过程 就会产生氧化的过程 有些人身体代谢能力下降呢 它在增加蛋白质的补充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 大家如果担心上火 除了多喝水 多补充B族维生素 促进代谢之外 还要注意多补充些维生素C 去帮助身体抗氧化 这样啊 也能大大的降低上火情况的发生 再来呢 怀孕到底能不能吃螃蟹呢 那老一辈的人会说啊 螃蟹寒凉 容易导致孕妇滑胎流产 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吃螃蟹不至于像传说中那样 一吃就滑胎 一吃就流产 但是啊 螃蟹确实比较容易引起过敏 这里面还有寄生虫的一个残留 多吃呢 可能会导致拉肚子 准妈妈们啊 如果实在想吃 确保干净卫生 充分煮熟了 也是可以适量地吃一点 但也不能贪嘴哦 你不能一顿吃上这么一大盆 这样啊 就算是没怀孕的普通人 也会吃到拉肚子的 好了 那这咖啡能不能喝呢 实在啊 要想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要控制量 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啊 不要超过200毫克 这大概呢 就相当于一杯半的一个过滤咖啡 那咖啡和茶 是可以适量地喝 实在想提神 其实啊 也可以选择一些低咖啡因的饮品 如果准妈们觉得太过于担心 尽量避免就更好了 至于烟酒 孕妈就绝对不能碰了 吸烟呢 会导致胎儿发育迟缓 哪怕就是二手烟 对胎儿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而酒精呢 会影响胎儿大脑的发育 而且啊 这个损伤 可能永久地无法修复 所以啊 绝对得远离 最后啊 妙妙老师还要在这里呢 跟大家再唠叨一句 怀孕期间呢 真正要注意的食物 是不能吃生的 您不能吃那些没煮熟的 或者是没经过消毒处理的牛奶 这些食物里面容易有细菌 容易有寄生虫的一个感染 通通不能进嘴巴 为了宝宝啊 健康的成长 准妈妈们啊 在这个阶段 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的 当然呢 为了不用被传说中的禁忌啊 吓得一惊一乍 更是为了科学的生娃 各位准妈妈们 一定要多长长知识 好了 那今天呢 关于孕早期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小小黑板画重点 孕兔B6是科兴 营养均衡 需保持 宝宝神经发育快 DHA液酸 神助攻 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都get到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